今天节目即将开始了 别忘了留言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日韩都会在理财最简线 跟大家互动哦 爱你哦 欢迎收看理财最简线 最近呢AI伺服器热得不得了 可是你知道吗 一台可能200公分左右的AI伺服器哦 它可是涵盖了机柜 机箱跟机壳 大家跟我们说啊 AI伺服器的机壳 它的单价跳涨很多 5到15倍之多 但是到底差别在哪里 机柜机箱机壳 连散热规格也大大升级哦 台厂售费很多呢 到底是为什么 今天呢请到的增加原刀头顾 专业相理苏梓珍 跟大家说清楚 梓珍您好 云安姐好大家好 梓珍先跟大家说一下了 哎伺服器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 需求真的很热吗 到底今年 包括明年的期待性质如何呢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全球呢 基本上在所有的软体大厂 不论是Google Meta AWS 甚至在中国的百度哦 都有推出自己的AI 相关的一个软体哦 所以说在这个AI的软体 带动下 就需要更多的AI伺服器 去运算里面的一些model哦 那这些model呢 就是要靠的是训练型的 AI的一个伺服器 所以我们这边预期呢 经历两年的AI伺服器呢 会分别这个出货量 大概是17万台 以及50万台哦 嗯 讲得正好 那我再紫针请上来 紫针一上来啊 先解决软姐刚刚开场说的 啊明明就是一台AI伺服器 为什么还什么机柜 机箱 机壳插在哪里 因为待会儿紫针就会说 机壳 哇 价格涨很大 我们先来个白板好不好 画一下 AI伺服器到底有什么差别 分那些呢 那我们先从黑色的这边来看 这个外面的这一个 大大的长方形哦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 机柜哦 所有的伺服器呢 都会放在这个机柜里面 现在看红色这个哦 放在里面这个红色的一台一台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AI伺服器哦 大概就会来得这么大台哦 嗯嗯嗯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说 大概一个机柜 大概可以放三到四个 不同的AI伺服器在里面哦 所以这个叫做 就是它的机箱 机箱 没错 我特别要提醒您 这叫机柜 这叫机箱 那机壳呢 好 机壳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蓝色这部分哦 蓝色其实就是在这个外框 它这个外框呢 其实就会有一个像是壳子的东西 在外面哦 让它可以安装进去再拿出来 所以在里面的东西就像是GPU CPU 甚至一些线素都会在这里面 OK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机柜 机箱 跟机壳 涨价的就是蓝色这个机壳 也就是呢 伺服器当中那个机板要放进去的 好 明白之后清掉咯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您说伺服器的机壳涨很多啊 是 没错 我们先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就在讲说 伺服器机壳的一个单价 那这边有一个叫1U 2U 4U 7U 这是分别是什么 这个U数哦 其实代表的是说机箱的一个高度哦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EU大概是4.45公分 那这边有2U 4U呢 就是2U的话 大概就是2乘上4.45公分 就是8.9公分的一个高度 一个U是4.45公分 我们抓5公分就好了 大概呢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这边这样个长度哦 这个地方这样子叫做4.45公分 然后如果两个U呢 就大概有10公分 到这个地方咯 你看这样子的长度 所以这样子叫做2U 没错吧 没错 一个迹象是这样子 然后长宽这样子组成的 因此呢 请问一下 如果AI伺服器 我装的东西 基本要越多 那它的这个U数 是不是要更高呢 是的 就要越来越高 OK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EU 2U呢 通常在传统的伺服器 也就是里面 通常是没有含GPU 这种的一个伺服器呢 它的高度最多 只有EU和2U哦 但是我们看到 到现在到了AI伺服器 也就是H100伺服器呢 为什么要这么高 是因为它里面放的东西 逐渐的变多 从原本只有一个CPU 变到两个CPU 以及八颗的GPU哦 甚至在散热的部分 它都会有一个增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 它的整个高度 就会来到4U以及7U 那假设呢 我们EU的伺服器 它的一个单价 是大概一倍的一个状况 那到了AI伺服器呢 它的单价都会来到5.5倍 以及15倍的一个价格哦 所以在单价部分 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幅上涨 所以讲的单价 讲的是机壳对不对 是的 就外跨那个机壳涨价 是 OK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3DVC哦 3DVC也就是一个 立体型的一个散热模作 里面是包含这三个东西哦 均热片 热管 以及 鳍片哦 就是大概涨这个样子 那我们原本看到的一个散热模组 其实大概也只有一个2U的一个高度 就是用这个高度就可以放进去 大概10公分 是的 10公分哦 但因为现在的一个 GPU的一个散热的一个热度 它一直在提升哦 以前传统的一个VC 也就是散热模组呢 它最多只能解到500瓦特的一个热度哦 到了现在的GPU 也就是H100呢 它的瓦特数已经高达了700到800瓦特以上了 所以说我们的3DVC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散热模组 可不可以先透过图告诉大家 均热板是哪一个 热管又是哪一个 骑片指的是 均热板的话 大概就在这下面这个东西 哦 这个板指就是均热板 没错 把热给平均分散 是 那这个呢 一根一根的 这个就是热管哦 因为刚刚我们热已经平均分散了后 它有一个地方去做一个出口 那这些的地方就是让热直接往上的 那这个就是骑片 那它放在里面 整个东西就会是堆叠在一个GPU的上面 让热直接从外面的往上带走 然后用风扇的方式去吹掉 好 那我简单换一下 指贞你看这样对不对 因为呢 之前我们教过了 AI伺服器里面会有两颗CPU 八颗GPU 但是呢 这么多颗的汇图晶片跟中央处理器 它一直运算会发烫对不对 所以在这晶片的旁边 就会存在可能呢这一边或者是这边 就会存在这种散热搭配在旁边 因为有运算GPU就一定要有这个散热的相关的设备对吧 是的 没错 所以说这边不管是它的热度 只要到了700瓦特以上 只要用到3DVC 我们每一个晶片上面都会用到一个散热模组 所以当AI散热就会用到这么大的高规格 是 没错 单价也会叫原本的VC多了5倍以上 我再次确认这个东西 之前呢 如果你每一集都锁定理财最前线 就知道一般的伺服器是只有CPU装处理器 所以呢 如果一般伺服器用的机箱 只要1U或2U 这大概8到9公分 10公分左右以内 但是如果AI伺服器 它可要8颗的GPU 因为这边不用GPU 这边呢要8颗GPU 两颗CPU 所以热更热了 那因为呢你要搭配这些散热 所以呢当然要更高 给它装入更多的东西 没错 好 清除之后我们明白 原来机壳跟散热模组全部都要升级 这么一升级当然就会有商机了 台湾厂商A到G各自做什么的呢 好 我们来一个一个慢慢看 这边的话A到G的话 就是台湾的一些组装厂 散热模组以及机壳的一些厂商 那这边我们等一下会说 它做的是相关的哪些产品 以及它今年的一个预估的一个营收比重 我们来看第一家公司 它做的是散热 其实简单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页讲的3DVC 那3DVC因为在所有的H100GPU上面都会使用到 所以说今年开始做一个小量出货后 明年才是真正的发酵期 所以在今年的一个状况下 预计大概就会有3%的营收比重 而且出货的对象就是大家最熟知的NVIDIA 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家公司 它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机壳 那机壳东西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 做的公司其实蛮少的 以这家公司为例 它基本上出的都是Amazon的AWS伺服器 所以说基本上你会看到现在AWS的AI伺服器 都是由这家公司做一个供应的 今年它已经出了很多了 所以说在AI的一个营收比重 今年已经可以占到20%左右 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那在第三家公司呢 是一家伺服器的组装厂 主要是以美国的CSP业者 也就是Meta,Google,Amazon 以及Microsoft这次家为主的一个CSP 还有品牌的AI伺服器为主 就是Del跟HP 那这些的伺服器的话 今年在下半年就会开始陆续的出货 所以在今年的一个营收比重 大约是8个%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一公司 它是以CSP的一个AI伺服器为主 但是它的份额比刚刚的 刚刚上一家来得更大 大概份额已经有来到了30-40%的一个市占率 所以说今年的一个营收比重 大概就会来到13% 基本上是ODM组装厂来讲是最高的那一个 那第五家是AI的一个GPU基板 那我们刚刚瑞涵姐刚刚有讲过说 伺服器里面会有GPU以及CPU两个东西 但是会放在不同的基板上 也就是说Baseboard 所以说这家公司是目前H100 GPU Baseboard的一个独家供应商 100个% 但是因为今年的H100出货量还没有那么大 还是以H100为主 所以说今年的营收比重 只有3个% 明年就会迎接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长 你知道为什么是明年吗 只剩这么一说 你回想看看 当时NVIDIA不是有提到吗 他们在公布记忆报的同时 对外说H100那一颗的AI晶片 AIGPU晶片 到了明年推估会也出货150到200万片之多 所以明年才是NVIDIA H100的出货的爆发年了 是 没错 好 那再来是F公司 它也是以CSP的一个AI设备器为主 不过呢 它的因为它的做的比较没有这么大 也没有这么量 没有这么大 它的份额也稍微小一点点 所以它目前的一个营收比重大概只有3%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家比较不同 它做的虽然是AI伺服器 但是是PCIe版本 也就是稍微比较便宜低价版的一个AI伺服器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下 它的价格其实就没有像上面这几家来的这么高 所以它今年的一个营收比重只有0.8% 不过只在问一下 因为如果以AI伺服器 你看散热是一块 机壳又是一块 因为包括了CPU GPU都要散热 这边呢笼统来说 应该都叫做组装是吧 是没错 那么请问听仔细咯 我们台湾厂商 做散热 做机壳 做组装的 在全球AI伺服器当中 它们各自的市占率是多少呢 AI伺服器当中做散热的台厂市占率多少 台厂的话是100% 这么多 是没错 所以散热几乎都是我们台湾厂商在供应 是的 这个台厂 台厂比例 那机壳呢 机壳的话大概有70-80% 都是台湾厂在做的 写一下70-80% 我现在讲的是全世界 那么多厂商在买AI伺服器 里面需要的散热跟机壳 多少是来自于台湾呢 我们供应的 那么组装呢 组装代工呢 我们台湾厂商占比多少 大概也有70-80% 哇 那就很高了 你看 才会讲说 只要AI伺服器呢 出货量越大 明年需求越高 我们收贵的程度就越大 是吧 是的 没错 好 感谢子孙 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我们整理一下 AI伺服器 因为呢 装的东西要越多 以前的一般伺服器 是只有CPU 中央处理器 但是呢 AI伺服器它需要运算 绝对涵盖GPU 之前教过大家 伺服器 如果是AI伺服器 一个基板放进去 AI伺服器 就要两颗CPU 八颗GPU 当它GPU越多 运算能力越强 速度越快 热产生的热能就越大 所以当然就需要这种 均热板 热管跟齐变3DVC 这些的散热模组 来协助散热 可是呢 东西中的越多 你的那个AI伺服器的 机箱就要越大 刚刚呢 紫正话给大家看了 一台如果200多公分 那叫机柜 机柜里面 放了很多的机箱 机箱 一个机箱 就叫做AI伺服器 要放很多的机箱 一片一片的基板 就放在机箱当中 机箱要由机壳 把它装起来 所以呢 机壳 只要是AI伺服器 放进去的机箱 机壳 就要这么高 一个U 是4.45公分 7个U 你看有多高 所以机壳 当然就涨价 比以前的一般伺服器呢 贵了5到15倍之多 散热也要走3D的模式 当然就越高了 这个就是聚热板 这边是热管 热集中在这儿 然后透过了热管 把热给散去了 总之呢 现在的需求量是变多 那么台湾厂商呢 提醒您 这些呢 有包括做散热 做机壳做组装的 各自呢 在AI领域当中 他们占的营收占比 营收占比越高 当大AISFG出货量越大 受贿程度当然就越多了 以上结论 请问子珍 正确吗 是的 没错 接下来明天带您关心 投资心理学 专家跟我们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心理账户 什么叫心理账户呢 叫做自己自动的自然的 把心在心里面 把钱给分类 钱为什么要分类呢 就是因为 我们把钱自动分类 所以会影响到 我们的财务啦 投资决策 连投报率都会受到的影响 怎么说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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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